大家好,我是大素哥,今天就想說一下我在加拿大讀Bootcamp的經驗 現在這些Bootcamp就開成行成市,是甚麼來的呢? 他們聲稱可以在短時間,可能是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時間 學會一些Programming的技巧,令到你可以找到工作,轉到IT這個行業 我看這些Course其實都不便宜,譬如這個三個月的Course 都收緊五萬元的課程,如果是上網看影片便宜一點,但也不便宜 以一個OnlineCourse來算,聲稱有這個91%的畢業生可以找到工作 而且大家都有一個九成的滿意度 其他的Bootcamp也是,六萬元,九至六,一至五,很密集式的上課 這個影片就不是遊說你去讀這些Bootcamp,或者去貶低這些Bootcamp 因為我自己沒有在香港讀過,所以不太清楚這個情況 但我知道我自己在加拿大讀過這個Bootcamp 讀過這個Bootcamp,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如果對於你是想移民去加拿大,想看看會不會讀完這些Bootcamp之後 如果我本身不是做IT,可以找到一些IT工 可能這條影片都可以給你一點啟示 那我先說一下背景,這間公司我讀過 又不是幫他做Marketing那些,不是幫他做宣傳 因為我自己對他的評價都是很壞的參觀 但是他就在Toronto,在多倫多,在溫哥華和其他比較小的城市 都有分店的,亦都有online版 那我自己就在Toronto那個campus那裡讀過 那我讀什麼呢?我當時是讀這個 Web Development Bootcamp,是12個星期的 那就是offline的,即是在那個classroom上課 那學什麼呢?學這些,JavaScript,Note.js,Database,HTML,CSS 這些都是寫網站使用的東西,react 這樣就蓋上了所謂前端後端的東西 那上課的情況大致是怎樣呢? 那可能9至6,他的網站都有介紹 主要就是有個阿sir,你上課的 聽阿sir說,怎樣用這些tools,怎樣寫program 那之後就有些exercise可以做一下 一班人坐在那裡一起去做練習 那他有個platform讓你登入,那些題目讓你做 做完之後,一些quote,即是寫完那些程式就upload上去 或者有些導師會走過來,走過來看你做成怎樣 給你一些意見,或者你卡住了,可以問問題這樣 那我自己那個感受是怎樣呢? 那些阿sir都挺有心機教的 還有,如果你自己嘗試過自學programming學不到 那有一個環境讓你逼著9至6坐在那裡去逼著你去認真上課 不要不專心去上網,或者去下課 那是一個挺好的環境來的 那還有即場有什麼問題呢?可以立即舉手問阿sir或者一些導師 通常主要有一個阿sir是fulltime教 然後又有些part time的人是幫Ta risque模仇製作 去幫你解答問題 其實是需要的東西 順帶一提就是這些Bootcamp我覺得都挺好賺 因為我當時的學費是差不多這個 都要一萬元加幣 那你對五對六都要五六萬 跟香港的收費都差不多 我那時候上課都有十幾個同學一班 我看我讀一下 讀了一個月左右又有另外一班進來 平均每個月都收到一批學生 那你整個數字都挺和美的 還要不止Toronto一個campus 還有Francouver那些 還有我讀Web Development Bootcamp 那也有些是讀 那時候就流行IOS、Android那些 現在不流行就有這個 現在流行Data Data Science又有另一個Bootcamp 所以我相信他們都挺好賺 那之後呢 這個上完課之後呢 它就還有一個叫做Demo Day Demo Day就是怎樣呢 就是它會邀請一堆人進來 一些中小企的老闆 走來看你的Demo做成怎樣 就是你上完課之後呢 上了幾個星期之後 有了基本的知識 它就會給你做一個Demo 去真的整個Web Site出來 譬如我那時候做Web 就整個Web Site 做出來之後呢 就Demo給一些中小企老闆看 那他們即場可以問你問題 或者對你的產品有興趣 或者怎樣呢 就可以即場一個面試的機會 給你去聘請人的 那我當時呢 我記得我是拍住一個韓國仔去做這個Project 因為當時上課好像只有我們兩個亞洲人 那他又是技術比較好一點 那我就跟他做Partner寫了一個Web Site出來 那我當時的經驗呢 就是做了一個搭go train 就是好像當地的地鐵那樣的一個 你可以檢查下一站 檢查什麼時候哪班車搭去哪裡 多少點有車那些Program出來 那當時那個反應呢 就是不是那麼理想的 因為雖然我背後做的事是有點複雜 因為你那些車站的資料呢 還有那些什麼時候到站 你知道是放在Database那裡 那放在不同的table那裡 那你需要一些時間去了解 那些table之間 怎樣連結在一起 那麼那個邏輯有一點複雜 但是給一些中小企老闆看 他們沒有Programming的知識 他就這樣看了好像 這個App跟我就這樣上去 那個車站那個Web Site去檢查 有什麼分別呢 那好像就覺得不是那麼Impressive 那反而有些同學就做 一些e-commerce網站 他是抄著一個Template 一個e-commerce的Template 照抄著 不過他改了一些Graphics 那那個同學本身以前是做Graphic Design的 那畫了一些很漂亮的Graphics 即是放在那個Web Site裡之後 那些人看完之後都覺得很Impressive 就覺得畫面很漂亮 但是其實他背後的技巧不需要很深 那反而那個人就即場找到工 那我和我的韓國朋友就找不到 不過我的韓國朋友呢 所以我們那個App的結構呢 還有一點點 就是做了一個API出來的 即是可能是一個Backend 那一個API 那我的Frontend 叫他的時候問他 譬如這班車什麼時候到呢 那他會去背後在那個Backend 那個API問他拿下一站的資料 然後再傳送回到Frontend 那可能有些人 識識的東西 就知道這些是厲害的 就問一下哪個API 哪個做的 那我的韓國朋友就認透了 就說做了 那他又拿到一個Interview的機會 那雖然最後沒有請到他 但當晚我們的經歷就是這樣了 那這些Boot Camp收得這麼貴呢 大部分人其實最主要都是希望讀完之後 可以幫他轉到行 找到IT相關的工 那他們很多時候都會guarantee 譬如我的學生有87% 是會找到工的 在畢業180天之後 那而且可能過了180天之後 97%最終都是找到工的 而且找到這個數 52K 在加拿大來說 如果說五萬元收入一年 就不算特別高 可能是一個大學生 一grad之後大概是這個數 那但是你乘回港幣 就可能二十幾三十萬一年 即是兩萬多些一個月 那這個數 在加拿大來說 因為稅高一點 那即扣除稅之後 又不是很多剩 那 那 但是這個87% 我想說就是有一點點水分 就是說87%找到工 好像給你的感覺是 你去讀完他的program 之後你就找到工 但是事實上是有時候 你自己 好像我自己 最後做了那份工 是自己找回來的 但是他都會有些人 問你你讀完program 就是現在做什麼工 那他都會計算下去 好像是他的功勞 那而且這個87% 他幫你找到那些什麼工 那些公司的質素 也都是有一點點相確的 因為你要知道 在一些大公司來講 他們怎麼都會 prefer一個大學是讀電腦 就是讀IT的Degree的人 那會考慮讀bootcamp的人 都多數是中小企的 那但是中小企之餘 有一些可以說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 其中一份他幫我找到的工 是一個服 可以說 服到怎樣 就是他是從這個 員工到客戶到投資者 都是好像在騙人 那具體情況是怎樣 我覺得我可以花另外一集 去詳細說那件事 那如果有興趣 可以聽我下一集 那這次先說到這裡 多謝收看